我们现在揭开郭启凌的冰箱的 真面目 不是啥呀这是 我啥谁我的 谁我谁那么商业 太丰盛了啊 基本都是空旷的 我怕割不下 gopro 我真的吗 哎呦 哎哈哈哈哈 首先各位朋友往这边看 这里有一些哦 你看这是上次去芬兰带过来 哈哈哈哈 还是那个地方 全是外闻的一些果酱 PRD是制作日期对不对 19年2月份 两年两年 保质期两年没问题 可以吃 高兴 这是亨氏番茄沙丝 源自飞转基因的番茄 这个好 这还什么都不添加 没有防腐器和色素 还要赞助咱们了吗 因为番茄好所以不添加 然后有半块黄油 这上次用是什么时候 零七零八年 哎呦这真的消不起来了 还可以继续用吗 一年左右可以 这么我们自动的就开始进入到保质期的探险阶段 面包四月份的还行啊 好这里有 在若云的冰箱里也有的豆瓣酱 保质期 18个月 生产日期 2017年 拜托了 冰箱 你生机 一七年 来扔了吧 那要不要 现在扔吗 现在扔这是个断舍离的节目 是不是 扔它 你不担心这冰箱会空吗 不担心 不担心啊 好 这个先扔了 耶 哈哈 给你清理清理 接下来 黄豆酱 24个月的保质期 生产日期 我找找看啊 2017年 扔它 当然时间真掉啊 这种罐装的 有可能是别人装的别的 因为有经常有朋友给我投喂 他拿这个罐去装别的酱 他里头不一定是他自己的东西 打开闻闻闻 会有毒气吗 嘿 过了期的黄豆酱 好热热热热 那说明2017年是你一个购物的紧喷期啊 我是2017年自己出来住 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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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开心 就去这个买了一个豆饭酱 买了一个黄豆酱 差不多了 然后刚好都过期了 再多了就咸了 有一个很神奇的食材 用塑料袋装的 干辣椒吗 干辣椒 潮湿的为啥长毛了 啊发霉了已经 哇 这一块真的朋友们 这一块没搬相当明显 我去年有朋友上家来给我做饭的时候 买完之后 我就顺手搁在冰箱里了 反正这冰箱但是有点空 我觉得搁点红色会好看 点月一下 对啊 所以他是一个至景 对对对对 这没没受给 那这样是不是应该留在里面 让他 那真的啊 来了啊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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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现在想想朋友到他家三十分钟 差不多就是做一顿饭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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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饭走了 哈哈哈 也不用吃了 我们有一个那个截图是 他给我们看了他平时外卖会点一些什么样的订单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叫鹅干鹅和和牛饭 为什么有一个煮鲍鱼是四十五 有一个鲍鱼是一毛钱 第二个一毛 哈哈哈 所以我我其实不爱吃煮鲍鱼 但我一看这一毛钱 第二个一毛 我说那得的话 哎你吃的这些就是鹅干呀 飞鱼子炸虾呀 牛肉鲍鱼都买高蛋白的 这是我在疫情期间在家点的 因为我一天只吃一顿饭 有的时候是醒了吃 有的时候是饿得不醒了再吃 啊 然后吃一顿哎 行这一天就过去了 所以我可能点的会多一点 啊 这是不健康的 吃不健康 我得当鸣鱼 我一命长啊 哈哈哈哈哈哈 呃一天吃一顿 本来就不是特别健康 然后你吃 比如说很多东西都很重油的 然后其实也是比较腻的 对 不太健康 不太健康 你不是看医生吗 然后健康你也吃这样 医生说就让我顺从一下自己的心 就是 就别老生气 医生医生跟我说别老生气的 我虽然说不让我吃那重油重盐的 我就生气 我不利于我恢复 我当时搬出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我家住的很偏 附近没有好吃的外卖 所以我就自己搬出来 搬到城里 城里好外卖就多了吗 我为啥就想搬家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家网口的外卖 这个外吃吃面了 他一种还有一种是我很懂生活的 嗯 一种感觉 你如果比如有人跟你做的话 你一天愿意吃三餐吗 有人做其实也最好是一餐 因为他是减肥的 我是一胖体质 我吃多了就不行 你为什么不起一个阿姨 就是来家给你做饭呢 因为这个身体还是得顾啊 是这样的 我请阿姨吧 你怎么算 因为我不是说这一个月每天都在家 而且呢 我也不一定每顿都想吃 对吧 你说阿姨这不好算 你说是按顿结账 按天结账 还是按月结账 这都不行 你是从小零花钱 爸爸给的特别少吗 你这很会大算 我小时候没有零花钱 家里什么都有 我小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 我爸是在我上这个小学 四年级五年级之后才火的 但是就因为之前培养的性格 就是不太想花钱 然后也不爱攀比 也就不买 所以就无所谓 所以后来条件好了 也没有一种就是报复性销 这没有完全没有 你再去买显卡 好主板好CPU是吧 整点这个 我来最好的 对显卡 够双路泰坦 我走起 反正 哈哈哈哈 ok 好我们继续看啊 有一些这种素食的方便食品 午餐肉 然后这是另外一种肉 那个是午餐肉 但是那个碟的 哦对 它显然清淡味的 非常多的素食的东西 这个是两分钟就可以吃的车仔面 牛肉味乌冬面素食 然后这里也有一个素食 微波拌面 这是什么 这个是泡菜拌 哇 这个好啊 这看起来不错啊 这是一些奇怪的罐子 辣酱 哦好香哎 很香吧 我能尝尝这个味吗 可以可以可以 可能有点凝固了 它在里面 哎挺香 这可是某位朋友花了半个小时做出来的 哎我闻到了一股牛肉的味道 对牛肉 对牛肉辣酱 这做的可非常专业的 啊对啊 我是于老师徒弟 我一个师弟叫冯兆阳 啊 然后他原来做饭就做特棒 我说上家给我做饭 投喂我的也是他 然后这酱也是他给我做的 哇 什么什么 怎么样 柠檬味 气泡水乘三十 乘三十 这是什么意思啊 大 大 哈哈 芒果 酸奶 听说要把我的冰箱拿到现场吗 然后我又担心 我没有太多的食材可准备 我就想哎 反正冰箱里有啥就做啥嘛 那我就写给大家吧 写一盘上 之前是谁来着 就是临时买了一些在里面的充数 我已经觉得非常就是造假了 我说错了 哈哈 这个连奶都懒得买 都写很便宜的 我没写什么古寺 是安宁牛肉什么的 我也对吧 你为什么不能买实体放在里面呢 没时间是吗 还是不愿意 啊对啊 不愿意 哈哈哈哈 您来我们这进货来了是不是 哈哈哈哈 我这我这提货单 这真的是我见过最抠的人了 哈哈哈 天呐 会生活 你为什么不写稍微好一点的 不是因为我写都是我爱吃的嘛 你还有什么节约的事迹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节约啊 比如说买个塑料袋 抽一下抽一个套子一个垃圾桶 这套上之后呢 我轻易不会去换到的 买什么东西 给了一个提着的那种塑料袋 我就会把这个里头的东西呢 放到这个塑料袋里面 这样每次就扔这个 然后对那个老不换 不是那你弄什么垃圾桶啊 你不需要这垃圾桶啊 买的时候没想到不需要啊 哈哈哈 什么时间买着吗 那我问一下写大米是什么意思 你家是没有米吗 有大米 但是大米放不到冰箱里 我希望今天能有米 因为我是一个爱吃米饭的人 但是你又没有发现外卖的米饭很少好吃的 我是基本在家自己蒸米 呦 我外卖点菜 呦 那你每天如果每天自己给自己蒸饭呢 还是很厉害的 不不 我要自己一个人就不蒸了 他说的这蒸饭是请客的待遇 哈哈哈 你到他人家做客30分钟 他给你一碗白米饭的辣酱 你为什么自己不蒸呢 因为焖一个人的米饭会很复杂 对 我这我再讲一下电饭锅的故事 因为我当时搬家之后 有朋友上家去串门 人一般就得带点东西吧 这我朋友给我带了一个电饭宝 我当时就其实挺难受的 我虽然说对这个什么 那就是连碰头啊 窗帘什么的就得过且过了 但是我对于家电 还是非常用心的 我经常在网上找很多那种 评测的这个网站论坛 去看这种家电怎么样 那种家电怎么样 这个电饭宝如果没有经过 我的这个详细的调查 你随便给我拿个电饭宝 我是很难受的 但是呢拿了这一个 我没有研究过呀 我买了我得想买那种 有黑科技的 然后后来前几天我就买了一个 哇哦 那我问你 你知道你这么爱吃蒸米饭 你知道一种米饭 有多少种的烹饪方式吗 蒸熟了这是一种吃的 然后呢 爆米花啊 比如熬粥 啊对